大家好 上次我们说过 整个汉化过程是用一个软件来完成的 那么这个软件就是这套课程的重点 这个软件的名字叫POEdit 它是一个免费软件 也可以通过付费购买许可证变成专业版 增加更多的功能 建议大家从它的官网上下载 尽量不要从第三方下载 它的官网有时候我们在国内打开速度会很慢 我把从它官网上下载的Mac版和Windows版 放到一个网盘上供大家下载 它的Mac版、苹果版或者是Windows版 它的主要翻译功能是一样的 但是我感觉这个Windows版还有一些别的功能 我们在课程的后面会讲解 苹果版本的软件比Windows还要大一些 我们先从Windows安装开始 和一般的软件安装一样 一路的下一步同意 这个软件不大 装在C盘、D盘都可以 现在这个就是PowEdit主界面 我们可以用它来干活了 为了以后使用方便 在桌面先建立一个快捷方式 接下来我们开始苹果版的安装 Mac版安装非常简单 当前最新版本是2.0.3 直接解压缩出了一个APP的文件 然后把这个直接拖拖到左侧的应用里面就可以了 我这个Finder左侧的个人收藏里面 没有应用程序 那么我们先把它打开 我这个电脑里面已经安装过PowEdit 是老版本 我们直接用新下载解压的这个新版本 直接拖拖过去 直接覆盖掉老版本就可以了 老版本是2.0.2 我这是授权过的 就是专业版 以后大家如果遇到PowEdit软件升级 就是这么来升级的 直接拖拖过去覆盖掉即可 像QQ什么的软件 都是这么来升级的 这种拖拖替换的方式 只是替换了程序的这些版本 个人的数据并不会被删除 现在变成了2.0.3 还是授权版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Zip包 是BE主题的安装包 把它解开 找到里面的语言文件 这是一个完整包 先找到里面的主题包 把主题包解开 找到里面的语言文件夹 Languages 这里面有很多的Po和Mo文件 这个Po可以理解成为 这个PoEdit的原文件 这个Mo文件是机器能识别的文件 这个Po文件可以生成Mo文件 我们修改Po文件 生成Mo文件 主题需要的是Mo文件 这节课的准备工作先到这儿 下节课我们开始进行修改